Rose Index 4 第幾藍 Column Index 你要放在第幾藍 那這個藍的敘述你可以給數字 A B C D E 5 不過有的時候 你每次如果後面一點的數字 比如U好了 A B C D E U大概多少 可能又算到忘記了 所以還有另外一個方法 直接打一個雙引號1 這樣也可以 兩種方法都可以 那我習慣是打這樣 因為比較知道說哪一藍 等於什麼 那你要給他一個東西 給他什麼呢 好特別注意 這邊拉下來移到這邊來 為什麼要浮動呢 因為你可以看著做 等於什麼 我的這個規則是等於09 先一個09 然後呢 在空一 特別注意 前面的那個 在編輯列裡面是這樣end 對不對 請各位注意一下 在VBA裡面跟資料編輯列最大不一樣 是end的前後 一定要加空白 它不能夠串在一起 這個是編輯列上面的這個資料編輯列跟這邊的最大不同 然後end什麼呢 end這個 這個儲存格 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怎麼表示呢 特別注意喔 它的表示方法一樣是sales 刮壺 第幾列呢 第四列 哪一籃呢 豆點F欄 然後再雙引號 然後再end end什麼 end串接後面的這個 那這個我們前面有用一個叫做test 然後給它格式化 我們前面是用那個test 然後再叫做test 這個test 函數 這邊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dash符號 然後再碰一個end end什麼呢 end這個東西 那前面我們是用一個叫test函數 不過test函數呢 在 這一個VBA裡面的話 它不用test 它叫format 不過結果是一樣的 所以你把那個test改成format 刮壺 然後把什麼format呢 把G欄的format 那所以偷欄一下 把這邊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 貼過來 然後豆點 就是把這個改一下 改成什麼 改成G就好了 然後 後面的話給它格式 格式就是000 格式化成000 好 先寫到這裡好了 那如果說你要執行它的話 你可以執行 游標放中間 按個執行 看一下結果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它就自動幫我怎樣 把0911-084 放過來 那你想說 老師 後面不一樣嗎 對 你就把這個改成H 所以把這邊一直到end 因為還要給dance 把這邊Ctrl C 然後呢 貼到這邊Ctrl V 記得 這空白一定要有 你不要這個空白沒有 然後 改成H 按一下把它執行過 執行的話呢 油標一樣放 這個Sub的中間 這個程序的中間 按執行 有沒有出來了 OK 但是你想說 老師那你只有執行一個 那其他要怎麼做呢 那 比較笨的方法這樣 Ctrl C 然後 然後 再來怎麼樣 把它enter一下 Ctrl V 對不對 然後把它怎麼 把這邊改成 把四 改成五 對不對 把第四列改成第五列 對不對 不過你會想說 那這樣工程浩大 因為底下的話可能一百多 那你是不是要寫一百多個 假設你這樣寫完 再執行一次 第五列也有了 對不對 那第六列呢 Ctrl C Ctrl V 改六 好 所以 為什麼你們剛剛看到有一個叫Four 有沒有 Four I 等於多少到多少 那個I值的是什麼 因為呢 這裡面的值有沒有 它會改變的 所以你只要做什麼事呢 把裡面的值稍微改一下 第四列到第幾列 到 一百零三列 有沒有 那你就寫一個 所以以後呢 你要重複 哪一列到哪一列的話 那你的寫法是這樣 先寫一列沒關係 因為 有些同學可能沒那麼厲害 那寫完之後再把它講 Four I 等於 第四 到 第一百零三 好 再去數 Enter兩下 再打個NAS NAS的意思就是說下一個 下一個列 下一個列 然後呢 再把剛剛你寫好的這個 搬到中間來 搬到中間 那我的習慣是會再多按一個Tab 就是讓它本來你是在跟它同一接的 按個Tab 縮排一下 表示它是在Four Nets的中間去執行什麼樣的動作 再把怎麼樣 把4改成I 4改成I 改完之後呢 我們的程序呢 就 大功告成了 好 所以應該聽得懂我在講什麼吧 應該有時候程式 都真的 其實說真的沒有很困難 主要是說 如果一下就告訴你 跟你講回圈 你可能不懂 但是如果你拆解之後的話 再來理解的話 可能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好 那我們寫完之後有沒有 再來看一下就是說 剛剛的東西 有沒有 應該看得懂這個吧 4I等於4到103 那輸出到哪裡 寫前面 輸出到1欄 的哪一列嘛 第4列 第5列 一直到第103列 輸出什麼東西呢 09 然後再 有沒有 09 F欄 G欄 然後H欄 G欄跟H欄是加Format 加Format OK 好 那我們來試一下 寫完之後 如果你都沒寫錯的話 就直接把它執行過 全部就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理解這個吧 最後呢 清除怎麼做的呢 清除實際上 是把上面的門號複製 貼下來 改清除 把後面呢 本來是什麼 輸出一個公式有沒有 把它改成 沒有東西 就是清除了 OK 一模一樣的 只是改 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 兩個 那去一下 清楚的話 直接執行 有沒有 不見了 再執行 就有了 OK 好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主要是拆解 對各位來說應該 如果出學的話 會有一點點難度 所以請各位分階段 第一個 請各位 把這個地方先刪掉 然後打打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 盡力而為 如果今天當然 你也不要給自己太大壓力 如果可以上課期間 可以把它做出來 那就上課期間做出來 如果是不行的話 沒關係 你回家 再找一個 就是 一個時間 比較不會被炒到的時候 你可以拒經會神的 再把我剛剛那一段 影片先看完之後 再做過一遍 我想你應該會慢慢進入狀況